香港的艺术家作品也经常在公园里见到 你猜得出这个作品表达什么吗? 这些石头互相咬着 从地面开始歪扭着往天上涨上去了 我看过作品名字叫做生命 你觉得像吗? 有人乐观预测 艺术是将来人类唯一需要从事的事情 因为将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做了体力活 但也有人悲观地觉得 艺术能不能活着 见到那一天到来都很难讲 你觉得呢? 香港是个成熟都市 它依然在不断发展演化 有很多基础建设 只是在细部上面进行雕琢 就像天桥下这个小机械设备上的工人做的那样 或者像这个天桥的扶手休息一样 香港有一位老先生 他冠名的楼不仅在香港 不仅是一座 而是遍布中国大地有几千座 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先生 这可能是年度最以某的香港涂鸦 以某是网络流行语 是带点自嘲的伤感 忧郁 涂鸦里一毛两字 粤语读起来就是以某 对方必是不会来看 可以说是以某了个寂寞了